你真的碰到控制狂 我們怎麼解套 老師 我只能說遇到雙子座 他們最適合 沒有那麼愛他的人 曾經宇太愛的人 真的喔 雙子座其實滿M的 是喔 半鍵型 做愛理不理嗎 沒錯 你如果對他愛理不理 他反而激起了想要征服你的人 風向星座 你都準備好了 他能做的就是叛逆 雙子座很厲害 因為叛逆而叛逆 好啊 那欣梅姐問到了 就是遇到了控制狂解套的方法 金牛 獅子 天蝎水瓶 我們是非常明確 在別人心目中的控制狂 對 這是沒有錯的 因為我們也沒有要藏的意思 因為我們心裡這一組的人 他們會有他們的一套邏輯 跟我們覺得好跟棒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遇到 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很想把這個 我們覺得很棒的方式或好 給你 真的耶 是不是 我們會想要給你 我們覺得很棒 很好的 那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還不懂得跟另外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踩到別人的底線 跟我們會給人家非常強勢的感覺 因為譬如說這很好吃 然後這個人一直不吃 可是他就快冷掉了 他就會不好吃了 你趕快吃 其實明明是想要他嘗美食 對 但是看起來就變得很兇 跟變得很控制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讓一個那麼好的東西 就這樣子過去 浪費 那個狀況 固定星座的人過不去 真的 對 可是當我們長大了 慢慢就會知道說 我們好像要用 對方能接受的方式給他 但是如果那個對方很像雙子座一樣 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我也追不到你 我該怎麼辦 我要調適我自己 所以當對付十二星座控制狂 就是我個人覺得 你要他放下執著並不容易 如果這個控制狂是固定星座 依依剛剛講了一個經典的話就是 我如果不在乎你 我幹嘛控制你 對 所以所有的固定星座 在控制這件事的時候 都是有一種委屈感 就是我是愛你 我才變成這個樣子 我變成鬼 才不是因為我很在乎你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如果跟這個人在一起 這個人越來越像鬼 也表示你也自由過頭了 那怎麼辦 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中間值 或者是你遇到了另外一個固定星座 另外一個固定星座 也有我認為舒服的方式 我跟你就是強蹦了怎麼辦 好 真的喔 固定星座頭很重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那種 我給你 你給臉不要臉 你不懂好東西 那你就要告訴他 我並不覺得這是好東西 你其實要敲醒他 要不然他們會建設回家 對 也會建設回家 還有你 你甚至可以告訴他說 我們這樣子不能相處 那我要走了 你甚至可以跟他這樣講 因為他不是要你走 他雖然做出非常多的控制行為 看起來好像跟你有仇 但他其實目的是想要收服你 而不是要你走 所以當你已經受不了要離開的時候 這個會震撼到他 會震撼到固定星座 什麼我這樣做 居然會引到這種我不要的結果 他才會修正他的行為 所以一直跟晨曦一副那種說 好 你辦活動 你不跟他鳴講 他就會一頭熱地辦下去好不好 辦成一個你不要的聚會 那你再來擺臭臉 是不是 他不要 可是他又不鳴講 所以其實我覺得跟固定星座 可以鳴講 鳴講 可以鳴講 可以強蹦 沒錯 可以熱炒 炒一頓都好 雖然他可能會說 你這不是笑 我沒有要這個 我覺得 情緒過後固定星座 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對 原來我認為的好 你不認為的好 好 那再來就是 開創星座 來 開創星座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如果會成為控制狂 是因為他知道 他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或他大概 如果他要控制是因為 那個地方是 讓他沒有安全感的地方 他知道 那可能是他的情緒地雷 或者是 你只要這樣做 我就會很不安 或者是 我希望我們的生活是平靜的 我希望我們各司其職的 所以如果他覺得 你沒有撕到你的職 他覺得你這樣做 會導致我們家 出現什麼問題的部分 他就會控制 而且他們一旦 產生了控制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他們就會有一種 我是大家長的概念 對 我是為大家好 當這種概念一出來 你就會有一種 好了好了都給你 車也給你開 什麼房地器也給你管 你說買就買 你說不要買就不買 都是你說了算 有時候就會有這種心態 但是如果你說 要遇到這種控制狂 要怎麼解套 轉移他的注意力還滿有用的 比如說他去忙他的的時候 這是一個 第二個你讓他安心 你怎麼讓他安心呢 楊凤英偉有時候 也能讓他安心 我喜歡聽好聽話 對 楊凤英偉 講好聽話讓他安心 會容易紅 比如說你不放心我開車 那我不開 那你偷偷開沒有關係 你偷偷開也不要被他發現 我是說真的 就是你也不用到 因為他不安心這個 或你開得很好給他看 所以讓他們安心很重要 好 變動星座 我們剛剛講這個讓他安心 這個你要跟他硬碰硬 有時候要跟他溝通 那這一組呢 要道歉 要隨便 我覺得這一組要隨便 雙組就隨便他 他就會很怕 好像是 不要理他就好 對 不要 就不要理他 射手座也是 圓滑的 對 圓滑的對應方式很重要 然後也不要硬碰硬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道歉真的很有用 那個道歉很假都沒有關係 他要的就是一個道歉 然後一個轉彎 一個心理過去了 比如說他 一個華麗的轉身 沒有錯 或者是不要理他 因為我覺得 變動星座的控制狂 是滴水不漏的 對 滴水不漏 他是非常用心 在這件事情上面 而且有時候他也會把控制 隱藏在不是控制裡面 就像妹說的 對 對 他用的是那種 很旁邊的狀 我曾經喜歡一個男生 我就射一個陷阱 到時候是 他覺得他在追我 陷阱 不是我追他 你真的跟小優一樣 小優也會射一個坑 然後感覺好像 小優也是雙魚 最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都一直以為是他很辛苦的 他都跟他朋友說 他很辛苦追到你 對 那其實是我一直慢慢地 就射一個陷阱 射一個幼兒給他 好厲害喔 聰明喔 所以這個是非常高端的 非常高端的控制狂 可是即使是很高端 你騙得了外面的人 你也騙不了那個當事人 那個當事人如果夢醒十分 就會覺得 原來我一生都是被控制的 當那個被控制的人 如果醒過來 我覺得那個反彈力道 其實是滿大的 對啊 所以請你們適可而定 那他們就是喜歡人家道歉 對不對 他們喜歡人家順從 所以其實你第一時間順從 就沒錯了 譬如說一個變動星座 他可能在講一個歪理 來證明他很棒的時候 你很想針對那個歪理 跟他把理叫過來 那不是他要的 他要的就是你承展他 並且說這樣很好 那後面如果有什麼要調整的 你暗中去調整也可以 你不用跟他硬碰硬 你跟他硬碰硬會激起他們 強烈的自尊心 用更多的控制 不管是暗的還是明的 來把你淹沒 你會激起他的那種挑戰欲 他們最喜歡搞定 搞不定的人